讲到记录第十五篇《身体的丰富》,读经《生命纪》三十二章三十节,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,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,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,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? 诗篇一百三十三篇,看啊,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,何等的美,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,又流到他的衣襟,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,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。 以福所书一章二十三节,教会是他的身体,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 二章二十节,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,有基督耶稣自己为仿角石。 二十二节,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 三章十节,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 十八至十九节,那已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,是何等长阔高深,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策夺的,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,充满了你们。 四章十三节,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,认识神的儿子,得以长大成人,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 六章十一节,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,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,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,并且各自做肢体。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至十八节,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,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,指出他的错来。 他若听你,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 他若不听,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,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,句句都可定准。 若是不听他们,就告诉教会。 若是不听教会,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 基督的度量,基督的丰富是极其深广的,他是充满万有的主。 福音二十三,他有追测不尽的丰富。 三罢,神不要这些丰富,只留在基督身上。 神要叫这深广无限的丰富,也成为教会的。 他要叫教会充满着那充满万有者的一切。 一二十三,教会是容器,唯要盛装基督的生命。 神儿子一切的丰富都摆在教会里。 基督的丰富就是基督身体的丰富。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装满那丰富,甚至一大群的个人也不能。 要装满基督的丰富,需要一个团体的器皿。 每一片玻璃杯的碎片也许可以有一滴水在上面,但要装一杯可喝的水,就需要一个完整的杯子。 教会不是一堆石头,不是一群不相干的个人,乃是许多石头联络得合适的建筑,所以他们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 二,这殿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 小一点来说,每一个信徒乃是神的殿,但只有团体的殿,才能圣装神一切的丰富。 以夫所三章十节说,神是借着教会,不是借着个人,是天上执政的,掌权的,得知他百般的智慧。 以夫所三章十八节说,神要教我们能以合众圣徒一同, 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 基督的爱丰富到一个地步,需要整个教会来度量。 基督不仅是在每一个肢体里面,基督也是在身体里面。 基督身体上的任何一个肢体都不够度量圣装基督的丰富。 个人所得着基督的丰富不过是平面的。 教会所得着基督的丰富,乃是立体的。 只有基督的整个身体,才够度量来彰显基督的丰富。 为此,我们需要身体,我们需要在身体里,好教我们能领略基督在他身体里的丰富。 以夫所四章十三节说,我们众人,不是一个人,在真道上同归与一,认识神的儿子,得以长大成人,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 六章说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,好抵挡黑暗的魔军。 征战的兵器并不是给单个的信徒,乃是给整个身体。 全副的军装只能由整个身体穿上,不能由单个肢体穿上。 属灵征战的原则就在这里到一人追赶千人,二人使万人逃跑。 身三二三十,在所谓的教会里,失去了八千的敌军,因为基督徒都过分散的生活,没有在身体里尽功用。 按照一般的算学,一个人若是赶一千,二个人应该赶二千才是。 但是在属灵的算学里,一人赶一千,二人却能赶一万。 二人合在一起的力量,是二个分开的人的五倍。 二乃是团体术的骑马,若是二人都单独地去赶,就失去了八千。 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,团体的力量是强大的,神看重团体。 神不管你个人多强,多有力,你若只是一个人,你就只能赶一千,你不与人合在一起,你顶多赶一千。 但你一与别人合在一起,你的力量就变成五倍。 你必须看见,你不过是肢体,是有限的,是缺乏的,你需要别的肢体。 在那里,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,就是永远的生命。 诗13333,那里有神所命定的福,是在弟兄和睦同居的地方。 身体在告犹之下,生命就自由地从元首流到一切的肢体。 基督不是任何拆毁或组织的头,他只是他教会的头,头只做身体的头。 除非我们站在身体的地位上,我们就不能说在基督的元首权柄之下。 如果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在元首权柄之下,我们就不能认识从元首流出来的丰富生命。 在告犹之下,合一的弟兄们所在的地方,神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,一个丰富,无尽的生命流。 地方教会是基督身体在地方上的出现,请注意保罗写给在哥林多一般信徒的话。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。 临前十二二十七,基督的身体不仅是宇宙的,也是地方的。 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在那个地方的出现。 基督一切的丰富都交在地方教会里。 元首的权柄乃是交与基督身体在地方上出现的地方教会。 在地方教会的使徒和长老乃是身体的代表肢体,但他们不是身体。 在一个地方,不是一部分的信徒,而是全体的信徒才构成那地的教会。 另一面,教会不是一个肢体,而是在地方上所代表的身体。 所以,我们摸着地方教会,就是摸着身体。 我们进入地方教会的交通,就是进入身体的交通。 基督的身体不是抽象的,不是难以捉摸的,基督的身体就出现在地方教会里。 所以,任何人想要实际地在身体里生活,就必须在地方教会里,与地方上的圣徒有交通,在地方教会里受造就,彼此建造在一起。 神的旨意,彰显在地方教会里,基督在地上时,他只二次提到教会,一次在马太十六章,一次在马太十八章。 头一次,他是说到宇宙教会。 第二次,他是说到地方教会。 请注意,他如何说到地方教会的权柄,若是不听它们,就告诉教会。 若是不听教会,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 十八时期 这节给我们看见,教会的权柄是代表基督的。 基督已将他的权柄赐给教会,使教会能在地方上执行神的旨意。 在圣经里,有三条线能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着引导。 第一,神的话到圣经。 第二,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。 第三,地方上的教会。 第三条线是最重要的。 圣经和圣灵的引导是属于个人的,而地方教会的引导乃是属于身体的。 地方教会是基督身体在地方上的出现,它有基督的元首权柄,因此能够知道基督的心意,这心意总是要传达给身体。 地方教会乃是彰显基督元首权柄的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,在天上也要捆绑。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,在天上也要释放。 太师八十八 一个看见身体的人,乃是寻求交通,接受教会引导的人。 有的时候,乡间的教会所定规者,比城市的教会所定规的还要好。 这样的定规不是出自人的才干或知识,乃是出自同心合意在身体里的寻求。 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,认识神的道路,不仅要读经祷告,还要在地方教会的交通里,过身体的生活,受神在身体里的引导。 地方教会运用身体的权柄,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,神设立长老做他权柄的代表。 但这不是说他们,就是一切。 长老不是包办,长老在教会中,不过是监督而已。 他们是站在旁边引导圣徒,拦阻不该做的,鼓励该做的,使全身体都能活动起来。 行传十二章五节说,彼得被囚在监里。 教会却为他窃窃的祷告神。 今天世界的大事,国家的证据,教会也需要切切地祷告神。 这样的祷告,就是运用神所赐身体的权柄。 今天教会失去许多的亮光,乃是因为信徒个人寻求亮光,而没有到至圣所来寻求亮光。 人没有看见身体,就失去许多的福分,这乃是教会的大亏损。 求神使我们看见什么是身体,好叫我们活在身体中,逮着身体的丰富。 我们在身体里,就能多认识神的旨意,运用身体的权柄,并经历身体的力量。 我们在身体里,就能多认识神的旨意,运用身体的力量。 您可以帮我看见。 学校新的优优独播剧场——